《香港麗的影星》 在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一日 星期一晚頭黑9.9, 播到十點三的四千金, 這半小時的直播電視劇就是粵語片《小聲》張青, 變了中坑之後,無人請他踩影畫戲, 轉型入公仔雙組編導架。 那天下午,整班戲子佬坐在一起為讀劇本, 然後最少再拍攝兩小時。 接著直播出街, 似乎能觸聞名喜感走位,連戒口。 故事大致講一個中餐家庭, 我狗狗的父親是由陳冰球飾演, 講他一早死能助老婆。 請狗擺上《海聯話公司》那條豐素女聲, 黎卓卓做她的工人四者, 她有四個寶貝女, 蘇傑然飾演精明煉達、 溫柔限屬的大姐姐師徒吹壁。 黃初榮飾演雕蠻潑辣的二姐姐師徒吹壁。 雅姐、汪明傳飾演多瘦善感的三姐姐師徒吹山。 石修飾演她跳仔。 賢數下就僅是飾演嬌小皮的四妹師徒吹壁。 還有由麗氏球, 戴衛光飾演的二叔公, 丁欣飾演二叔婆, 陳尤校飾演的細伯。 這四個女, 真是薄薄脆, 飾演大家姐的蘇傑然其實年紀最小, 直觀中華民國廣東省三歲元, 在香港出生, 老爺系和黎迪夫聲賺寫天空小說。 這四個女, 在黎迪根旗商堂和西片培飾演居多, 好似天愛奇譚之龍母聲貴客。 沒有踏電視劇, 除了四千金, 踏過《笑夫妻》。 華龍探案裏面的海角驚雲和古屋情魔感。 這四個女喜歡一種花車衣服, 很深圳。 中華民國六十年11月26日, 在星期五, 嫁給林漢榮之後, 都在回歷的影聲製作配音。 而姐姐王錯榮, 買即是黃夢影咯, 這四個女孩全家在加拿大, 她對腳又長又滑, 暗日在金玉門上跳芭蕾舞, 引死男人無命陪。 第一擺上電視影光幕, 在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隨跡的亞森羅平。 之後又演過《小夫妻》, 《大陸年華》, 《恨綿綿綿》、《理亂曲》。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在波樹, 讓她的蠻希望追求愛人, 中華民國六十年尾在加拿大, 嫁給自主婦。 之後又有回香港拍攝畫戲, 和做公仔商。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春天, 林德陸和無線編導飛翠劇場之大江南北, 尋找黃錯榮拍周潤發, 怎能知加多個黃杏秀、吊男媽。 當堂邊演大劇, 扭扭地不扭演, 是家裏和老伯伯伯伯好過。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尾, 周世孝和麗的柏追逐, 發大宣傳說青島小野貓忠情, 黃錯榮復出說:「吊男媽。 開鏡時,兩個人都不見, 隻野貓變成真光的氣虎男體。 原本說由黃錯榮踩鏡女強人李松衛, 就變成了作派女明星蘇小小白欣做。 四妹犬數下在家裏的家裏是大姐姐, 有三個妹妹,一個小孩。 賢素下老祖嫁給陳真過, 在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十一日星期四晚, 在銅鑼灣波斯庫街里舞台對面過間, 有利大酒樓敗酒架。 不過,她的老人很難玩,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為著難頂老人有妾事, 協議分居, 後來有癡迷, 做回陳思拉。 協議分居, 協議分居, 她除了造公仔商, 開過家美容院。 協議分居, 在黎的製作文章歌劇, 是群星會造詩儀。 主持過喜相逢, 半邊天下, 海角紅樓鼠唱大氣, 踩過梁天內, 左倫又離。 無善又豫揚,來臨臨的相見好,來的就找劉松仁拍犬數下弄出人上人。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後的事就不說了。 最後,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六日 星期四晚的四千金, 華三姐姐汪明傳要跟陳友後飾演的西伯去東洋學藝, 四姊妹一齊哭著唱《友誼萬歲》,那汪雅姐就無慘了。 四千金矮到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演出最後一集, 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六日 星期二,就演新節目曲《鍾情》, 每集用一支國語時代曲作主題的單元話劇。 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代。